阿捏唷 大家好這是看你老師 今天非常開心 又可以為你們帶一集 新的球鞋介紹影片 那麼老師今天要為你們介紹的 這雙鞋子呢 可是非常非常的兇狠 因為老師在這雙鞋子下的功夫 可說比全部所有我的收藏當中 都還要來的誇張 那麼這雙鞋是老師 這一次呢 找到國際有名的知名設計師 來克制一雙對老師意義深厚的 這個Vance鞋款 那麼現在老師真的是等不及 終於把這個project完成了 現在老師就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好來一雙鞋子呢 老師這一次呢 是買了一雙這個有沒有 Vance Classic Slip On 也就是說呢 它是懶人鞋的意思 那麼這兩位設計師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厲害 除了在鞋身上面動了非常多的手腳以外呢 他們連這個盒子外面也真的是做畫做得讓我完全看不懂 是什麼樣的設計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原則上整個鞋子的側身沒有什麼改變 但是鞋盒的上面 哎唷喂呀 這是什麼呀 同學 你看一下這鞋盒上面是不是畫的亂七八糟 而且好像還被槍打到對不對 真的是一個非常恐怖 而且大膽的這種創作 那你以為這樣就很厲害嗎 老師現在就把這個鞋盒打開 讓你看一下 他們這一次這兩位非常知名的設計師 幫老師做的這個作畫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來首先我們先將這個鞋盒打開來看一下 哎唷 這個收據也是非常的重要 對不對 掉下去了 還是有收據的好不好 好啦 現在老師就將這一次 老師請到這兩位 國際級的這一種設計師 幫老師設計的鞋子 我現在就把它翻開給大家看 來 哇 是不是回洛洛對不對 好現在把這一雙鞋子 從鞋盒拿出來 讓你們更靠近看一下 好啦Ladies and Gentlemen 老師這一雙非常厲害 全球唯一的這一種 有沒有客製鞋 終於可以跟大家分享 真的是太兇太帥了好不好 那麼講到這兩位設計師呢 其實他們的年紀 真的是非常的輕 一位只有七歲 另外一位只有四歲 沒錯 其實這次老師呢 請到我自己的女兒 還有我的兒子 去將他畫出來的 而且這整雙鞋子 全部都是透過他們自己親筆 做畫畫出來的一些 這種他們平常很喜歡的一些東西啊 還是他們平常比較會畫的一些圖案 對不對 這個鞋子真的對老師意義非凡 而且兩雙鞋子 兩邊都有他們非常獨特的一些細節 老師現在就跟你好好的介紹一下 來不過原則上 我們先從老大開始對不對 來老師的左腳 其實是透過這個老大自己親筆畫出來的 你看連這個標籤都還在對不對 上面其實有非常多他喜歡的這個東西 有沒有 比如說我老大跟老妖都非常喜歡 跟這個Marvel系列的這個Superhero影集系列 所以他們畫的東西 或者是放在上面的一些細節 都跟這個有點小小的關係 不過原則上你看 來老師的這個有沒有 這雙鞋子的左腳呢 全部的作畫都是我家老大 七歲的老大畫的 比如說什麼你看喔 我們老大呢他的這個生肖是老虎對不對 所以呢他這邊就沾滿了所有老虎的這種紋路 而且這紋路一直到有沒有鞋子 整個toe box全部都蓋滿了這種有沒有老虎的紋路 那麼上面他還有作畫 比如說畫的這種樂高蜘蛛紋對不對 我們家老大是這個蜘蛛人的粉絲 從睡衣背包鞋子水壺便當和什麼東西 你想得到都是跟蜘蛛人有關係好不好 真的是非常的誇張 那我們家老大其實有一隻他自己 每天一定要抱著才睡覺的這個小熊 有沒有就在這裡 那小熊連小熊自己都有買了一套這個蜘蛛人的衣服 所以那時候他就直接把這個細節畫上去 除此之外你看我們家的姐姐也對弟弟非常好對不對 因為弟弟他自己非常喜歡的是一隻小小的猴子的布娃娃 所以他也直接把這個小小的猴子的布娃娃畫上去 那麼你看除了這個鞋身上面的一些作畫以外 我們還自己去買了這種燙音的這種電繡標籤 那麼你們看到這個字眼是不是非常的熟悉 沒錯這些字眼就是來自有沒有Batman裡面的一些卡通的 這種拳腳打踢的這種聲音有沒有 比如說這個就是wank 那這個電繡標呢除了這邊以外 這邊也有一個蝙蝠俠要出動的這一種有沒有電繡標籤 那麼老大的英文名字叫做Angelina 所以在你看這個鞋子的後鞋跟上面 他也用他自己的方式詮釋的寫了Angelina的這個名字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愛喔 那剛好他在作畫這雙鞋的時候 是我們美國的這個萬聖節嘛 所以呢他才剛學會畫這個pumpkin也就是南瓜 所以他就直接畫上去 那麼除此之外 老師其實很希望說這兩雙鞋子兩邊都可以融入兩個小孩子 有關他們自己個人的一些基本資料 比如說像我們家的這個老妖 他就是10月25號2013年出生的No.2 當然就是老師第二個孩子對不對 那除了他們自己畫的以外 老師親筆寫上去的一些資料 比如說你看這邊全部圍繞著所有他們喜歡 他們愛吃愛做的一些事情 那麼這雙鞋子真的很正典對不對 你看這遠看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帥氣 不只這種顏色的鞋條真的很漂亮 還有小孩子畫出來這些東西真的是很純正 而且是我們大人完全沒有辦法去模仿出來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好帥喔 我們來看老妖畫的對不對 老妖其實也畫的蠻厲害的 不過首先呢 這邊有沒有 剛剛那雙雖然是姐姐畫的 但是呢 姐姐把他的By Angelina寫在這邊 那一樣呢鞋子的這一個有沒有 中底上面的Trim也是寫滿我們家老妖的一些個人資料 比如說呢 他是10月25號生的嘛 喜歡蓋東西 超愛唱歌 尖叫 然後他的國籍是美國 還有台灣人對不對 那像剛剛那個左腳的地方呢 老師右腳就直接寫著老大的這一種出生年月日 那上面就寫著No.1 也就是說第一個小孩子啦 好啦 那我們家老大是金虎對不對 那麼我們家的老妖呢 他就是屬蛇 所以呢 這雙鞋子隱隱約約都可以看到跟蛇有關係的一些設計 比如說你看這個Tall Box的地方有沒有 整個側面就是有這個蛇紋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家老妖呢也是有畫一些東西在上面 比如說像這個Pumpkin 這Pumpkin好像是我們家老大畫的 還有就是他們最喜歡吃的這個水果 全部都放在上面 那除此之外 這雙鞋子也是有放上非常多的這種 怎麼講燙硬式的電繡錶 比如說又是一個蝙蝠俠這種出拳的這種音效 比如說KAPOW有沒有 哇還有這一個側面的Boom對不對 來鞋跟的地方也給你一個這種音效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酷 那麼我們家老妖的名字呢 英文名字叫做Brandon 所以你看他整個鞋跟後面用他自己的方式去詮釋出Brandon的這種造型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愛 再強調這雙鞋子除了是老師自己的兩個寶貝畫的以外呢 其實呢小孩子他們畫出來的一些有沒有創作的這種手法 是大人根本就模仿不出來 所以我就覺得這真的是超級超級好看的喔 好啦不過原則上兩雙鞋子擺在一起是不是超級花的 而且說真的老師有把它上腳穿一下 結果朋友看到說哇這什麼鞋也太帥了吧 但是 once again 這一雙鞋子是老師目前所有的收藏當中 最有最有最有意義的一個收藏 好啦這就是老師這次重金聘起來的兩位 這個國際級的設計師幫老師克制了一雙鞋子 或許老師呢也會把這一雙鞋子直接投稿 參加這個有沒有Vans他們一年一度的這個Custom鞋子的比賽 如果到時候得獎的話 這雙鞋子呢就會量產 非常非常的酷喔 OK再次感謝大家今天準時收看 老師為你們帶來的這一個球鞋介紹的影片 希望你們會喜歡 那麼喜歡自己作畫的同學們呢 其實不妨可以買一雙這個全擺的Vans 不管是懶人鞋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這個鞋型也好 自己動手畫其實還蠻有意義的 好啦記得幫老師的影片按讚分享並留言做補充 Till next time 這是看你老師 掰掰